看到這個事情我心情是蠻沉重的 我不用單一的事情看 我擔心什麼 我擔心的是軍中的軍紀到底有沒有歡散 講這話是很重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講 各位 國防部是第一天出事情 小兵游過去了 那這小兵之前有沒有任何徵兆 軍隊不是有輔導官嗎 不是有這些嗎 你們到底有沒有發現是什麼 這第一個 第二個再想想再往前才推幾天 沙灘上的字 二十幾天沒有肉可以吃 你知道對岸認知作戰做成什麼嗎 台灣人可憐啊 當兵沒有肉吃啊 台灣兵不堪一擊啊 台灣怎麼樣 現在小兵游過去了 就給你認知作戰 投奔啊 投奔到祖國來了 然後呢 我要說一點重話 我覺得邱國正邱部長 當大家問你馬祖斷路的時候 你說 這個目前還沒有考慮要處分 他甚至笑笑說不要處分我就好了 不是 你應該要震怒的 就好像這件事情 一個斷路的事情不是一個小事情 那個事情透顯出 第一 你們的預警系統到底怎麼回事 就好像這個小兵之前有沒有任何徵兆 這有沒有預警系統 這第一個 第二個斷路問題更複雜的是 運捕系統有沒有出問題 第三 馬祖海象部 冬天的時候不好 不是今年才有 沒有預備方案嗎 第四 為什麼知道事情又這樣子 那現在又發生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大家會擔心耶 第一會不會動搖軍隊 國軍在人民心中的一個信任感跟威信感 會不會 這第一點 我們要問的 第二點 要小心啊 中國這個時候真的是可以認知作戰啊 他可以對內拿我們小兵來對內來鼓舞士氣嘛 對不對 對外繼續醜化台灣嘛 第三 更重要的是這個小兵雖然說只在火房裡頭做事 你不要想說灰頭軍不知道什麼 第一他過去我若是老公我一定問你 你們部隊多少人在這裡 一天多少人 我大概就算得出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啦 我們在當兵的時候我是海軍 因為我是補級官 預官28期 我們那時候買 去買東西買火石 我要採購火石 採購火石 你採購多少雞肉 多少蔬菜 多少米等等 米當然是配起來的 你多少 對不起 是軍事機密 因為從這裡就可以知道 你部隊 什麼時候要補級 有多少 因為如果切斷你的補級 你部隊都沒辦法打仗 所以不要以為火頭 你不知道 很重要啊 你到底吃什麼東西有什麼 那是很重要的 是啊 他知道你多少人 第二你的主食副食 你的補級路線 什麼時候補級嘛 對不對 你的存糧是多少嘛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不是說他沒帶什麼什麼什麼 計畫過去 不是這樣子 老公這幾天為什麼莫不作聲 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是不是 問啊 探個虛實啊 那我們這邊相應的 就像之前林義夫這樣 我們相應的一定要做一些 一些調適的一些安排嘛 那只是說 這一件事情 還有前幾天 你還還聽說過掉槍的事情 我要問的是 我請問 其實剛剛用狗你講的時候 我就非常有感慨 你看你們那時候當兵的時候 做三年 做兩年 操漏 多嚴格 對不對 你跟一個林義夫事件 你什麼乒乓球 你什麼籃球 你就關到這樣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這個包括部隊 對不對 這樣子 這個到底躲在哪邊 喔 大家少收 大家是很盯緊的 可是現在呢 現在呢 我要問的是現在呢 好 不要說現在跟當初 喔 這不一樣了 第二 我再請問一下 以前還是空飄氣球耶 現在對你認知作戰 包括什麼斗內 我剛剛 我之前揭露過一個啊 你斗內你還可以查金流耶 他現在都用那種業配的方式 喔 你這個人 你等我合作 我就保證你每次開直播 一百萬的點擊量 中國什麼不多 人多嘛 一百萬點擊量 我跟你分潤 都不需要斗內喔 你金流去哪裡查 你告訴我 你可以在海外戶頭 你去哪裡查 其實從點的那個 就知道哪裡來的啊 是啊 然後問題是我請問你 我們有在管嗎 但那個抖音 抖音抖成什麼樣子了 印度早就下架了 印度還開發出一個APP 他們自己剛開始 他們也是哇 群情話來 年輕人的愛玩嘛 可是我就一然而然 因為這個關係到國家安全 然後開發自己的平台 他們自己現在有印度的抖音耶 還發展了自己的產業鏈耶